蟒蛇吞噬人类虽然极为罕见 但一旦发生 情景往往如噩梦般骇人 蟒蛇依靠强大的缠绕力将猎物窒息 随后将其整个吞下 虽然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小型哺乳动物 鸟类或爬行动物 但在极端情况下 它们也可能将目光投向体型更大的猎物 包括人类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 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桩 真实而恐怖的蟒蛇吞人事件 1995年9月4日的傍晚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西加莫丁能新村 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宁静中 29岁的于姓全 步行前往离家约300尺的橡胶园 准备修理水泵机械 然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家人却迟迟不见它的归来 随着夜色渐浓 担忧在他们的心中逐渐蔓延 他们决定立刻行动 召集村民一起寻找失踪的于姓全 不安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 有的家人甚至心急如焚 向神明求助 希望能得到于姓全的下落 可是神明却传递出一则不祥的预兆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紧 与此同时 于姓全的外劳好友苏曼 也在黑暗中搜寻着 他来到橡胶园 当时天色已暗 苏曼猛然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 有一道巨大的身影在缓缓蠕动 那是一条庞然大雾 一条巨蟒 正张开血盆大口 将一个人一点点地吞入腹中 尽管恐惧如潮水般涌来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那正是于姓全的身影 此时 他的头部和肩膀 已经消失在蟒蛇巨大的嘴中 惊恐万分的苏曼猛然转身 飞奔逃离现场 他非也是地跑向警局 颤抖着向警方报告了 这场恐怖的袭击 警方迅速做出反应 三名警员随即被派往案发现场 当他们抵达向郊园时 面前的景象如同地狱般骇人 于姓全的身体 已经被蟒蛇完全缠绕 只有双腿在外面无助地旋锤 一名警员拿出手电筒 光注直射 向那盘踞在于姓全身上的巨大身躯 那光芒刺痛了蟒蛇的眼睛 蟒蛇猛然一颤 松开了缠绕的身躯 将于姓全的遗体吐了出来 打算逃之夭夭 这时 一名警员毫不犹豫地举起来副枪 瞄准蟒蛇的头部连开四枪 这条长达21尺 约6.4米 重达140公斤的巨蟒 终于倒在了血泊中 这起巨蟒吞人事件 在马来西亚乃至全球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国内外的各大媒体 纷纷要求转载这张独家照片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 也紧急派人前来报道 丁能村一夜之间 成为了新闻的焦点 随着事件的传播 村里也开始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传言 有人说 被杀死的蟒蛇的伴侣将来向村民复仇 村民们的心中因此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然而 尽管谣言四起 但科学终究占据了上风 在自然界中 蛇类包括蟒蛇在内 并不具备复杂的社会行为或情感反应 它们是冷血动物 主要依靠本能行动 并不会为了同类复仇 杀死一条蟒蛇后 其他蟒蛇并不会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它们大多是独居动物 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会聚集在一起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虫演 这里有一些应对蟒蛇的预防措施 首先 远离蟒蛇的栖息地 尤其是在密林 沼泽和河流沿岸等地 在行走时 要特别注意周围环境 蟒蛇常常隐藏在高草或灌木丛中 其次 不要惊扰蟒蛇 如果看到蟒蛇 不要试图触碰或挑衅它们 慢慢退开 避免突然的动作 最后 如果不幸被蟒蛇缠住 保持冷静 尽量限制它的缠绕部位 防止其缠绕到颈部或胸部 并尽快寻求帮助 这些措施 能够大大降低 被蟒蛇攻击的风险 而在危险的户外 了解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 可能会在关键时刻 挽救你的生命 这期的视频 西加墨巨蟒吞人事件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动力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 更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